好 今天的句子 看一下 Greater Kaohsiung Mayor Chen Xu took her oath and began her four-year term in office yesterday Pledged to open a new horizons for the poor city That was merged with neighboring Kaohsiung County to become a special municipality 那我先講解一下什麼字 Mayor 就是市長 Oath 就是宣誓 宣誓 誓言 那什麼是Tuber oath 就是宣誓 就職 Term 就是任期 任期叫Term Office 就是職務 Pledged 或是官職 他擔任這個官職 以及自有四年的任期 Pledged Pledged E結尾 Pledged 這個字常用 這是宣誓 Pledged Horizon 本來的意思是地平線 我們從這邊一直望到最遠處 一條線 然後地平線 Horizon 它也是可以當視野 因為我們這樣一望無際看過去 這是新的視野 Port 是港口 Port City 這個港灣的都市 Merge 是合併 Merge 這是在商業當中經常用的 Merger 就是合併案 Merge Neighbor 是鄰居 Neighbor 就是鄰居 鄰邊的高雄county 高雄縣 成為一個特別的municipality 這個字常用的是municipal municipal 這個形容詞 這是市政的 municipal municipality 市 高雄市的市 好 那麼我們來看 這個句子的主角是誰 這是 陳菊 高雄市長 高雄市長 高雄市長是 這個是 F 大高雄市長 現在已經生分了 Greter 就是 那這個是 市長的同位 好 那這個動詞應該很清楚 因為他 今天的主詞後面沒有一長 一長長 所以直接就接動詞 一看就知道 her of 這個of 是c還是o of c的話就是等於乘局 那這個 就職宣誓不等於乘局 所以他是o and 是連接對等 然後他連 另外一個子句 那是他想列的主詞 and she 是不用寫的 begin 那這個 一看就知道 four year her trum 是c還是o 任期跟他 比較一下 o 他開始 四年的任期 遇到介系詞 就寫介 後面 這是一個字而已 所以這是介 o 這一個單位 畫起來是 先要去判斷 跟前面比 任職 就是說就職位內有四年的任期 這樣可不可以職位任期 可以 所以 修飾 turn a d j d h 那easterly 是修飾誰的 他是副詞 修飾 動詞 那是時間 那是誰 easterly 修飾誰 對 副詞 修飾 動詞 所以應該是 開始 還有人 就是 他是分 兩個 代表這個 就好 tucker 跟bitain 都是媽修飾的對象 plagium 這個 你可以發現 經常這樣寫 對不對 就是用分詞 你知道嗎 對等的分詞 構句 因為他中間想念什麼 連接詞 拿一個字 and 虛 而且他又 宣誓說 就是這樣子來的 那因為 主詞如果是一個字 我們習慣把主詞去掉 那這個詞句不見了 連接詞不需要了 如果這個plagium是主動 他的主動的動作 就要改成現在分詞 現在分詞 所以就變成plagium 就是這樣子 因此這一個地方 是對等子句的 分詞的構句 有沒有 這個很多次了 其實到此都是這樣寫而已 那小時候還是這樣寫而已 這個習慣了 你就 覺得沒什麼了 然後這個plagium to open 我們有說過 如果這個to 後面不是揭明詞 那它是什麼詞 不定詞 對不對 好 這個不定詞 因為to加v 原型 所以它是一個不定詞 所以它是一個不定詞 那麼這個不定詞呢 詞性有三種 有n adj 或者是adv 先是開創新的視野 那大家思考一下 這個to加open 你覺得它應該是n 還是adj 還是adv 為什麼 然後寫著受詞 plagium 對沒錯 好 所以它是 它是這個 你要寫它是plagium的 這個 學生分詞它還是有動詞的特性嗎 動名詞也是有動詞的特性 所以它們後面都還是可以接受詞的 plagium的o 然後這個new horizon是什麼意思 新的視野是 這個 這個可以寫什麼 修 修修看 open new horizons 當什麼的o open 對 對 對 就要寫啊 這個是 這個不定詞 便宜 open的o 再來for 你看這是借 poor city 高小是一個海港都市 the 就是the poor city 哪一個才是借o city 這裡是寫 好 那這是一個單位 有沒有 這是這樣子這個單位 好 這個單位 這個單位呢 先跟前面這個字比較 這個高雄港的 高雄港 開創一個新的高雄港的視野 這樣可以嗎 如果 如果去為高雄港開創新視野 那這樣你覺得他是ADJ還是ADV ADJ是為 這是開創高雄港的新視野 那如果ADV是修飾前面那個open 為高雄港來開創新視野 哪一個比較合理 ADV 因為我們的講話習慣應該是 沒有說高雄港的視野 他是為這個港口開創新的視野 你不需要去限定說 是哪一個港口的新視野 如果你要限定這邊有ADJ 就是說 是這個港口的新視野 那 表示說 還有什麼的新視野 視野有分很多種 對不對 所以應該是為這個地方開創新視野 就好 我會把它定ADV 比較好 副紙片 修飾的是誰 open 為他做這個動作 表示什麼 對象 這個動作的對象是對誰做的 對 沒錯 好 那 這個AD 那有可能是接 名詞子記 那他也有可能是 形容詞子記 是怎麼去判斷呢 對 也是一樣嗎 如果說 你這個單位畫起來 跟前面比對 是可以形容他的話 那他就是什麼 他就是形容詞 好 那如果是 that 他前面有動詞 這個 that 當他的 o 那他就是 名詞子句 I believe that 我相信這件事情 那他是 o 好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 動詞 一看就知道的 先寫下 那這是 V 2 好 那這個 跟 跟隔壁高雄縣合併的 港口都市 那可不可以 就是 為了這個 跟 高雄縣合併的 港都 可以 好 所以 他應該是ADJ 因為前面也沒有動詞 有沒有 前面說 他就要當 售詞 好像有沒有動詞可以接受他 所以 這個 我會 把它當 關機代名詞 而不是一般連接名詞 詞句的連接 所以他是 s2 然後他整個詞句 是ADJ 好 剛跟 跟鄰近的高雄縣合併的這個港度 這樣子 小一個officially That was officially 在 好 sorry That was officially emerged 那剛好順便講 B1加PP 那這個副詞它的位置在中間 就是這個V 副詞 是 是放在 Has加PP 或B1加PP 通常會放在中間 蛤 was officially emerged OK 再來 with 它是G 那它的GO在哪邊 我們看 neighboring高雄county to become an explicit 那在哪邊 搜 啊 GEO在哪邊 with的 秀池在哪裡 這個 抽抽沒有關係 高雄對 這個地方 高雄county 這裡才是它的 跟寫合併 那麼這個地方 是一組單位 with neighboring neighboring 你可以知道就是高雄county的啦 對不對 好那這個單位 是什麼詞 with neighboring 高雄county是什麼詞 副詞還是形容詞 副詞 原來 他是跟v配的 所以是atv 那也是表什麼 表副詞就是要定位 表什麼 表人是表對象 跟誰 跟對 合併的對象去寫 好 再來 to become a special municipality 這個是 這是介系詞還是不定詞 to加v 不定 不定對 他是不定喔 因為to後面他是接動詞不是接名詞 他就是不定詞 好那 合併 之後成為一個新的 特別的 都市 ok 那麼 to 我們都 我們就回到同樣的議題 是n還是adj的adv ru 那我們先這樣 這 我們的程序都很簡單 我們都先跟前面比對 然後跟前面比對 就是往後往前翻 成為一個特別市的 高雄縣 這樣合理嗎 成為一個特別都市的高雄縣 高雄縣 這樣合理嗎 不合理啊 因為 這個不是修飾高雄縣的 你這樣 變成 變成高雄縣是特別的都市 不錯 那怎麼辦呢 再往前比對 對不對 那既然不是 atj的 他前面有v嗎 他是當v的售詞嗎 也不是啊 因為通常是 如果是當o的話 前面都會有一個動詞 對不對 I like to drink 什麼什麼 I like to drink 就是like的售詞 所以那個n也去掉了 就像adv而已 所以這是adv 那adv 就是修飾誰呀 副詞 就是修飾動詞 反正往前面這個字比不對 就是往前面的動作比 動作是哪一個 合併 合併OK 合併的目的是什麼 這是成為新的特別的都市 所以這邊是adv 表什麼 表這個動作的什麼 目的 對 沒錯 所以合併的目的是要反 成為一個特殊的 新的嘗試 所以這個地方 這個 那個 to become a special municipality 它是在講這個合併的目的 那with neighboring 它是講合併的對象 這樣子 這邊就沒有講時間 甚至又講 長度啦 頻率範圍之類的 你就把它想得很 思考得很清楚 那special 這個當然修飾它的 AE當然是修飾的程式 那這裡大家覺得要怎麼寫 unicipality 因為剩下這個是沒有處理到 思考一下 歐 這個是不定詞 become the O 歐的話 是 我們來看 這個字 上次有說 貓貓蟲 變蝴蝶 變成什麼 這是補語對不對 貓貓蟲其實這是補蝶 兩個是一樣的 他是變過來 所以 這個地方 他應該是什麼 become the c 他是become the C 不是壽辭的話 因為 因為他們還是本身還是 高雄變過來 還是同一個 大安委 同一個人 那我現在把他 講解一次 大高雄市長 昨天宣誓就職 開始他 這個任期的四年 然後 誓言要為港 跟 跟隔壁 高雄建合 並從有新 都市的 港獨 開創新的誓言 當然 如果你要 如果你要 把它翻得更好 你必須在 文字上面在著迷 所以以後你就可以當 翻譯了 因為 你這個都弄對了 你就不會亂修飾 亂翻譯 因為很多同學 看到單字他就 自己亂翻譯 他也搞不清楚 這跟誰有關係 你這個關係都弄對了 你翻譯 就剩下你的文筆好不好的問題 但是句 句子的本身至少 意義不會弄錯 意義弄錯的話 就鬧笑話 可能 就 沒辦法讓你 真正去處理一些大事情 好 講到這邊 對 對